百年华中情一转眼一百年过去了 这就是在仰光举办的纪念缅甸华侨中学建校一百周年 很多年轻人可能不太了解这所学校 这可是在华人在缅甸一百年前的历史当中 有重要的影响力的一所中学 在六十年代因为政治原因被取缔了 为什么一百年后还有这么多人来纪念怀念这所学校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伟大的这些缅甸华人先贤们 他们做了一件极善极德的大事 因为当年的仰光其实是东南亚最富有的地区 他们建了这所学校 给我们华人子弟提供了很好的教育 在未来的人手走向当中 让他们可以在世界各地跟全球的人去竞争 也让他们在世界各地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这些人感恩华侨中学带给了他们不一样的人生体验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怀念这所学校 这就是曾马毕老先生啊 伟大的先贤 当时建设华侨中学的土地就是他提供的 这就是他的曾孙 他们的后人也参加了此次纪念活动 飞格跟他的后人也有在接触 关于他们的故事 家族的故事 我们有机会再分享给大家 了解真实的缅甸华人的历史 第一起事件 就是昨天2月21日下午1点15分 4名军人乘坐一辆黑色的丰田车 向一辆白色的丰田汽车连开4枪 最后将司机殴打并逮捕 下一起事件 2月20日晚上的11点 山寨乡的林隆堂区的区长 密民奈重担受伤 这是做坏人的下场啊 此外2月21日凌晨0点30分 兰达亚镇区还有音声枪声不断响起 我们都看到阳光啊 现在也是越来越激烈的斗争 下一起事件缅甸十该省的甘姆鲁地区 当地的PDF 袭击了驻守在珠穆村的缅甸军队 造成了三人死亡 其中包括两名军官 军官的尸体于2月21日被直升机运走了 事件的经过 18日120人组成的军狗进入了珠穆村 先放火烧毁了一户人家 就在19日又放火烧毁了200多户人家 然后就有了当地的PDF 7个组织对这120人进行了围堵 进行袭击啊 我们看到啊 现在在十该的战斗是规模越来越大 你想之前120个人的军队啊 直接去进行这种大的范围 围捕和袭击是不太可能的 现在也能看到啊 当地的PDF直接敢发动更大的袭击 更大的规模 说明PDF越来越壮大 缅甸军人越来越弱实 发工资了发工资了 这是在马归省的当地的PDF 该营的预算会议第一号决定 从2023年的第二个月开始 该营的所有士兵将获得2万元的基本工资 还有12万元的士兵的食物水和衣服的补助 加起来就是14万元免币的工资吧 我们看到PDF各种保障也是逐渐的完善 这就是革命的力量正在逐渐的加强 这二位是谁啊 这二位是驻守在青帮的丹朗镇第269清步营的两名士兵 全副武装叛逃了青帮的人民国防军PDF 这两名士兵携带了两支AR15型步枪 674发子弹 9个弹侠和3枚60毫米的迫击炮 这二人已经每人获得了300万免元 并且已经被送到了安全的区域 你说这仗怎么打呀军人啊 越来越多的人投到了革命的怀抱当中啊 解放区也不断的在壮大 离缅甸军人的败亡也是越来越近了 国际社会加大了对缅甸军人的制裁 欧盟又加大了对缅甸9名军人的制裁 和7家相关的公司 这9人这9名恶人 第一个是国防部长莫昂将军 第二位是毛毛埃将军 负责军队的海军空中协调司令部 第三名前中校 麦明昂仰光省经济部长 就是他下令缴死了4名民运人士 第四名 比金明将军 副部长兼警察局长 第五名 姑姑昂将军 北方地区司令 第六名 能源部长战争委员会 麦明乌 第七名军方的技术和武器经纪人 昂来欧 第八名军方的技术与武器经纪人 西泰昂 第九名军方的技术与武器经纪人 叫明乌政变以后 共有93名军人及18个组织受到欧盟的制裁 国际力量也加大对缅甸军人的惩罚 这时2月18日下午40到50 在马规的吉平村附近 当地的PDF袭击了军人 造成了至少7名军人受伤 最近两天在该地区PDF与恐怖的军人发生了最少8次冲突 这是PDF战士啊 打仗的时候就是勇敢的战士 生活中的他们还可以去放牛 PDF战士后勤人员啊 正在做饭给PDF战士 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做饭 做的什么材料 条件还是很艰苦啊 也没什么肉类啊 我们能感受到PDF的不容易 但是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对未来的期望吧 这两名日本政要得到了缅甸军人给予他们的奏语了荣誉勋章 这两位日本人是谁呢 日本前邮电大臣渡边贝英和执政的自民党副手阿索托罗 他们出席在内比都举行的仪式 从军方领导人明昂来手中揭过了新章 明昂来对杜边的努力表示了感谢 杜边表示将继续支持缅甸国家的发展 由于发动政变和镇压缅甸民众 在国际社会中孤立无援的缅甸军方 正试图与日本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日本政府是不承认缅甸军事政变 避免与其正式的接触 2021年政变后 杜边曾多次访问缅甸 并与军方人员进行互动 他与军方的行为受到了国际人权组织 和居住在日本的缅甸公民的强烈限制 这就是哪里都有好人哪里都有坏人 国际关系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 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 这是在马归省的地灵镇 一个临时搭建的难民营 为了提供给1500多名 地灵镇及附近的村民 给他们提供食物和饮用水 同时能给孩子们提供学习的环境 由于这个难民营离市区比较远 捐助者也不多困难重重 居住在难民营的老人孩子 仍需要药品夜间照明 仍需要大量的太阳能灯和灯泡 逃离此地的有174名学龄儿童 我们就看一下缅甸军人造成这个恶果 对缅甸民众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下一期时间 2月21日 仰光的恐怖军人 对年轻人进行了抓捕 已有30多名青年被抓走 理由是他们支持PDF 明染人一看就知道军人在干啥呢 缅甸民众大部分都是支持PDF 挑几个学生抓有意是吗 路上抓100个 99个都是支持PDF 全国5400万人啊 除了零头都是革命者 难道军人都要抓起来都要杀光吗 军人想用武力残酷的手段 让缅甸民众屈服 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军人有这么强 有的时间那职业就到斯盖 克伦邦是吧 还有青邦 把人灭了吗 把人民国防军啊 但是没有啊 他们没有这个实力啊 所以只能拿老百姓 杀杀气 忽悠忽悠那些不知道真相的人 下一期时间 马归市德烟地区的信高警察局 20日早上5点PDF 对警察局进行了袭击 军方一上位及警察的副局长等 4人被打死 8名警察重伤 我们看到最近 对军人警察的反攻啊 这个规模越来越大 这个背景照片就是 可林仰光捐赠的学校 简易的房屋啊 能给这些缅甸学生啊 遮风挡雨的一个临时的避难所吧 也逐渐的完成了 虽然很简陋 但是这些学生毕竟有了 属于他们的教室 这就是可林仰光公益组织 和缅甸有善心的人 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下一期事件 克伦邦妙阿底 KNO第六旅所在的地方 天堪山战斗一直在进行当中 目前我们已经知道 军方卡拉亚32 上位连长索文奈 及卡拉亚585 上位连连长文灵索被打死 下一期事件 据监狱方面可靠消息 监狱中毒品已经泛滥 军方有计划的 让在监狱当中服刑的政治犯吸毒 让他们失去革命意志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军人做不到的 为了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 最卑鄙 最无耻的手段 他们都会去做 这就是上进天良的缅甸军人 这几张照片就是为了逃离军人的迫害 远离家园的缅甸民众 见到军人就见到鬼一样 风起云涌的革命热情 唤醒了更多的民众 这次在解放区 举行了更多的游行示威 抗议谴责缅甸军人 这就是缅甸民众对缅甸军人的态度 这期节目就到这了 因为缅甸的战况太多了 也不能全部分享给大家 飞鸽只是节选了一部分 让大家了解一下缅甸现在发生的事 飞鸽也呼吁一下 没有加飞鸽为好友的 希望你们能够加飞鸽为好友 然后点赞评论转发 这样才能给平台更多的推荐 让更多的人了解缅甸真相 让缅甸民众早日恢复到 他们往日的平静的生活 感谢大家对飞鸽的支持 我们下集再见